新北市花艺协会原本年年都会举办花艺展 但是前两年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停办了两年 而今年终于可以恢复办理 今年展出以花仙子喜银春为主题 让大家感受春天的气息 新北市花艺协会日前在三重的社交馆 举办名为花仙子喜银春的花艺展 这次协会因为疫情停办两年的展览之后 再度恢复举办的首展 因为这两年很不幸就有一个很严重的疫情 所以都不能群聚 所以无法办这个花展 那今年大家疫苗打了两三剂 然后也大家的努力之下 所以也比较减缓了 所以我们就赶快规划筹划这次的展览 这次主题就是响应环保 所以我们现场很多作品是用玻璃饰管 或是平擦可以反复的使用 所以我们整场使用海绵的数量不到一箱 那我们还有很多生活花艺 蔬果擦花 还有一些居家相框的利用 往年为了鼓励民众来参加 协会都会准备盆栽 送给来参观的民众 今年则特别准备了一束束小巧的玫瑰花束 只要拍照打卡就有机会获得 我们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现场赏花 我们制作的这个手板 大家可以拿这个手板在现场任何一个角落拍照上传 之后我们就会送你一朵漂亮的玫瑰花 这次花艺展的素材特别选用了当季的花卉 例如玫瑰 玉金香 韩玉等 让民众来到社交馆参观 晚如走进春天的梦幻世界 记者沈仲林景瑜三重采访报导